多国在线食脑虫 致死率高达97% 食脑虫适合物种 这只正在原地转圈的蛇 并不是在跳舞或是自己在玩 它实际上正经历着痛不欲生的疼痛 眼看着它不停地将自己的脑袋撞向地面 使劲摔打着自己的上半身 而造成它痛苦的原因 就是一种寄生虫 这只寄生虫进入到了它的脑子里 猎头又是一种经常出现在一些青蛙和蛇类等野生动物体内的寄生虫 但它们不光会寄生在动物体的体内 它们也会寄生在人类的身体中 曾经就有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 因为脑子里面出现了虫子而进行了手术 医生在他的脑子里活捉出了一只达到8厘米长的虫子 无独有偶27岁的一名男子 因为时常感到自己的右手发麻 而且有时候会动不了便去就医 工作人员在查看其头颅CD之后 怀疑他感染了一种寄生虫 并且情况十分危机 在转院之后确诊确实感染了 这种叫做慢视猎头幼的寄生虫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人类是怎么感染的 事实上 它们的成虫经常会在一些猫猫狗狗的肠道中寄生 但有时候也会寄生在人类的肠道中 所以它们的虫卵会随着粪便排出 而这些虫卵在水中就可以浮出幼虫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途径进入到生物体的身体中 一旦进入人体 它们就会跟着血液进入到大脑中 之后就会导致呕吐 抽搐 甚至是癫痫的情况 多国在线食脑虫 致死率高达97% 那么这种寄生虫是从哪来的呢 猎头幼最常出现的地方 其实是青蛙和蛇类等野生动物体内 至于为什么会进入到人体内 其实就是因为人类进食了一些没有完全煮开 且里面带有虫卵的水 或者是一些已被寄生圆尾幼的野味之后导致的 进入体内的虫卵会被肠臂所吸附 之后它们就会进入到血液循环 到了这时 人体内的部位基本上没有它们到不了的地方了 眼睛 口腔 甚至是内脏和脑子 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 虫卵可以随着血液在人体内肆意游荡 圆尾幼其实也可以 它们在进入肠子之后 可以穿过肠臂进入到腹腔 之后它们就能随意的游走 任何部位它们都能随意到达 而等它们找到宿主之后 就会开始发育 这时候就形成了猎头幼这种寄生虫 而当它们一旦进入到大脑 自身产生的那些代谢产物 会给大脑带来很大的损害 但最恐怖的还是它们会随处游走 这对大脑来说可能是完全不可修复的破坏 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 根据最新的研究 人们发现很多的蛇和青蛙寄生这种寄生虫的比例 都在一般以上 其中广东省是病例最多的省份 而在对这些感染者进行调查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患者大多数都有进食一些蛇和青蛙的习惯 在对易感染的蛇类进行研究室 人们也发现在一种叫做乌烧蛇的身上 更容易发现这种寄生虫 多国在线食脑虫 致死率高达97% 那么应该如何预防感染这种寄生虫呢 在这之前 我们得先知道猎头幼是怎么感染人体的 在南方很多的地区都有蛙肉有清凉解毒作用的传言 因此当地人就会将生蛙肉敷在患处 牙痛的时候也会敷生蛙肉以缓解牙痛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人都喜欢直接吞食生的青蛙 或者是并没有完全煮熟的青蛙以及蛇肉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容易感染这种寄生虫的情况 而感染之后 这种病的潜伏期会在一到两周之间 在这期间 它们可能会侵害到人体的任何部位 导致这些部位产生严正反应 有些会出现粘液和腐朵 还有些较严重的直接会形成浓躲 当寄生在皮下时 也会导致局部出现一些隆起 它们甚至还会感染人类的眼睛 导致出现害怕光 不停流泪的情况 严重的还会导致失明 而少数进入到脑子的情况就非常危急了 很可能会造成死亡 但这种寄生虫很怕高温 100摄氏度的温度下维持两分钟以上 它们才会死 但很多情况下 因为青蛙的腿部肌肉较为发达 所以即便是外边看起来熟了 但内部由于温度并没有达到 就会导致寄生虫未被完全杀死 所以为了避免感染这种寄生虫 就需要不吃生的 或者是半生不熟的青蛙 鸡肉或者蛇肉等肉类 生吞蝌蚪也很危险 并且不使用蛇胆和蛇的血 也尽量不要喝生水 在吃肉类的时候 也要注意完全熟了之后再进口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